口红风车 你们没有吗 静姐 你没有吗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这一期的非常完美 这一期的非常完美呢 是一个开箱视频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家里面 我真的说太久没有回北京了 跟你讲不夸张 我家外面是大概有一个 八九平米的一个小空间 这个八九平米的小空间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空间 对不对 但是这个快递小哥特别的可爱 他就喜欢把快递 就要堆在我家正正的大门口这 我看到一米一米多 一米一二吧 堆得很高 我说excuse me 我怎么进门呢 超不夸张 这样六巨大的箱子 巴巴巴巴巴巴 还有各种各样 我说天啊 这崩溃了 我说我家装不下 我家真的装不下 然后我就拆 然后就整理 打扫房间 然后打扫卫生 家里真的是巨脏 回来各种就是敌眼就犯了 因为灰尘太大 我想说回家还是要拍一点什么 所以呢就拍个开箱视频吧 我们先来拆第一个 拆个小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哦 印尼3给我记得 越湿风云控油矿物质 散粉 越湿风云 记了六个 嗯 这不是我用的那个吗 哦 他们改包装了吗 我看耶 因为我特别爱用 越湿风云的这个散粉 超细的 奶昔绿 这什么 柔情籽 奶昔绿两个 柔情籽也两个 哇 他们真的是改包装了耶 对 就是这个 我用的是白色的 这个 我是一直都是用这一款 那可能是他们改了新的包装了 你的是中国版吗 我看看 我经纪人也是用 他们家的这个 这什么 这是你的韩国版 这我的吗 这是中国版 哎 真的耶 不一样耶 这我的 你给我看我用的都 字都掉了 然后我今天呢 这个是中国版的 两个中国版的对比一下 这个稍微发蓝一点啊 稍微换包装了 小叶子不见了 那我看一下粉质 一不一样 这个粉真的是韩国 很多化妆师都在用 他们家的这个粉 非常的轻薄 还有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油机 就日本的那个牌子 也很好用 他们是这种散粉状的 然后我之前分享的是粉饼 然后这个性价比超高 你看 这是他们的粉 超轻薄 而且就是叫我们压油压得非常的好 就是粉是有颜色的 对 很是有颜色的 这个可以压头发的油 我一好几次 头发的空空粉还没到的时候 然后头发一油就拿这个来铺馒头 就他们四个有紫色 甜橘色和绿色 然后这个是无色的 我觉得这个甜橘色也不错 奶奶的这种 绿色应该是适合比较容易犯 红血丝啊 这种脸容易发红的 原色的这个呢 是只有一个 所以呢 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我也没有了 甜橘色我还没有用过 等我试一下告诉你们 然后呢 这个绿色和紫色要的举手 好 我看到了 虽然还不知道那边人是谁 好 你的紫色和绿色马上送出 下一个 拆箱真的是好快乐 永远都不知道你的惊喜是什么 什么 哦 栽定的包包 哎 王菲菲本斯福利 额外八折优贵 这个包包是他们新款 就我拍广告的那一款 巨好看 可以这样斜块 编织的那种材质 还可以这样背 拉短的背 很好看 哦耶 当时拍完广告的时候 于主任就跟我说 他会给我寄 终于等到他了 很多韩国的朋友都发消息跟我说 天哪你居然代言这个牌子 再应该是我刚出道那会儿这个牌子真的是 巨火 巨火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基本都穿它 而且他们最火的是他们有长袖短袖的那个小T恤 但是他们特别的逼什么打歌服呀 或者是去穿上节目啊 都会穿他们家的这个衣服 法国的牌子 他亲生代言了之后 反正很多朋友就说天哪好 就说很喜欢这个牌子 突然就是你知道心里有一种小骄傲的感觉 你开心 啊 有帽子 这个包裹是IT衣服 给我寄的 天哪 于主任 IT 这个帽子是那个 A-studio 我今天戴着这个绿色帽子 本来想说是开视频一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人生总要有点绿嘛 对吧 不管是绿 我觉得很可爱啊 这个帽子其实跟了我很久了 对你们不用再想要的K-T 因为我不想看到这张黑图 反正呢 就是他已经戴了很久 就是从韩国再戴回来 诶 我的脑袋居然还没有长大哟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新的帽子 喂 好可爱哦 妈呀 又加这个笑脸的 他们这个这个 就很多帽衫啊 这边就有一个小笑脸的 A-studio 然后这是什么 这个是鸡之腰带 哦原来是个腰带 我以为是拿来捆什么的 虽然我太土了吧 天啊这个腰带这种 无论你有多细的腰 我都可以给你 拉完 剩下的其实可以这样 诶 这样子也蛮我看的耶 要穿一个什么小T恤啊什么的 或者是穿一个那个叫什么 西装外套的话 这样子也蛮酷的耶 哎好好看哦 里面还有个盒子 我可以试一下 我又重新看了一下这个牌子 飞飞的粉丝呢 额外八折特惠 要在eShop购买Ziding的商品 就我代言的这个Ziding的商品 然后呢使用以下代码 即可立想 八折下面是爱飞飞 快快快快快快 有出来吗 有扫到了吗 还是这个吗 要去买Ziding的衣服的话 就赶紧扫这个嘛 又是IT eShop给我寄的 Ziding的西装外套 但我现在真的穿得有点太厚 太厚 看我自己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 要穿薄一点 哎好好看哦 这个颜色上面还有那个 小星星的这个亮片的设计 肩也是这种平肩 有小垫肩 还有一个Viding的印花裙 穿一个长靴 然后再套一个长的 女子大衣或者是长款的西装外套 或者是穿皮衣 也很帅气 感觉自己走在巴黎的街头 好的下一个 我爱的 我爱的 Richels的礼盒 之前Richels送了我 甜蜜茉莉的礼盒 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我爱的花 好香啊 天哪真的好香啊 上头了 香烛 无花果的大礼盒包 然后这个应该是小尺寸 这个是这么大的 这个 这是大盒的 这么大瓶的 还有这么小瓶的 它是不是叫野无花果 我发现 现在的品牌 非常的爱用野字 人美无花果也很野 反正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特别爱这种酷酷的 这个香味 就是非常高级的黑色 小瓶的话 就是放空间 比较小一点的地方就可以 然后大瓶的话 就是放客厅啊 这种地方 这个一大瓶 能够用半年左右吧 目前这个野无花果的味道 妈妈是没有的 所以呢 我希望妈妈不要拿走它 我有看到好多的朋友 是有在直播间也好啊 还有就是专门有去 买Rituals家的东西 然后在此 大中华区代言王菲菲本人 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确实是Rituals 也是特别特别贴心 有什么新款啊 都会给我送过来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 特别定制的 有一个设计师款吧 有一个蜡烛 还有一个香水 说的是下次要给我送来 所以呢 我正在等 等 等 等它到 看看下次怎么收到 我自己是特别爱这个野无花果 我觉得Rituals家的东西 基本上 没有什么可以采来的产品 本人真的是 每一个味道都很喜欢 马上给它打开 用起来 这样子的话 妈妈就拿不走它 等下妈妈说 谁要拿走你的东西啊 天天都要你污蔑老娘 好的 这就是Rituals的野无花果的礼盒 下次出一个味道叫野飞的味道 我要自己调一个叫野飞 又野又飞 这个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东 哇真的好重啊 这是鞋柜吗 那种钢板的还有 还有啥给我切了一个灯啊 直播灯啊 不是直播灯 妈呀 这我这样的怎么拉出来 我给你们看 我现在拉着双脚这样 天呐 这什么 口红啊 哇 这个太牛了 天呐 这是什么大提琴吗 之前是吉他 现在是大提琴吗 哇 那个老天爷啊 哇 哇 哇 惊人 思福兰 我给你们看一下后面的口红色 下巴都能给我掉地上 从这开始 全是口红色 哇 天呐 经典裸色草莓红 无限紫 梦幻玫瑰色桃红 樱花 西瓜红 野杏紫 紫红色 喘着 登登登 do 我以为只有一排开始 应该有四排 太夸张了吧 土豪 大风车 转呀转呀转 转油油 车里的 真好看 真好看 你好看 口红风车 你们没有吗 静姐 你没有吗 Skirt skirt 我终于赢了静姐 好像雪花 雪花飘飘 黑风小 我真的吃 我都吃不完 我现在上舞台 不用跟静姐 借口红了 我之前还跟静姐 借口红了 借紫色的 哇 开心啊 你们看那几个 特别牛的颜色 这是小色 口绿 口蓝 口紫 口骨铜 口黑 口灰 好几个颜色好好看 97号特别好看 94号特别好看 85号我觉得很好 哎呦24号 也是这种豆沙色的 天呐紫色也很好看的 87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生日这个年份 87年 87号 效果如何 天啊 这不是我的颜色吗 它这个好好 它就是一开始涂的时候 特别的滑 特别的润 但是呢 涂完了之后 它就会立马的干掉 贴合你的嘴唇 天啊 这个真的颜色好好看 而且它干了之后 它的颜色会更暗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古铜色 63号 哎真的很古铜哎 夸张很 金色 哎好看的耶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那么黑 一定是这个灯光的问题 穿一个黑西装 然后头发弄得很酷 那种就OK 85号 这是85号 嗯 这很粉嫩的感觉 还很少女的一个颜色 嗯 好看 我特别想试这个 42 就稍微偏深红一点的 枫叶的颜色 应该会蛮好看的 妈呀 这100个颜色试了 我嘴巴都能歪 42号 穿上黑色的泥子大衣 或者是 鸵色的泥子大衣 好好看啊 太好看了吧 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颜色 天哪 真的是太美了 太酷了 我就是最酷的女孩 就我想找的 深红的这种 当然它这个视频里面 还是稍微的红了一点 但是其实现实要会 好看的 再深红一点 好好看啊 天哪 我觉得就我就是一个 最有气质 身上带枫叶的女人 太好看了 其实还有三个东西 有两个是我回到家的时候 妈妈已经把它都拆开了 第一个 就是这个 因为我一回到家 外面的盒子就被拆掉了 就是她先把所有的箱子 都拆了以后就扔了 两个 她已经把里面的东西拿走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里面是什么 因为我一会儿要分享 我来猜一下这个是你东西拿走的 Line Friends 娃娃吗 这什么呀 哇好可爱啊 小狗狗 你看一下啊 女明星Naver 携手Elly 一起送上可可爱的礼物 希望她们可以温暖你的日常 礼物 李佳琪送的耶 这是Naver 我说女明星 女明星Naver 是谁啊 我在想哪边 好可爱的贴纸啊 天哪 天哪好可爱 哦 这里面是小包包吗 哦这是一个小挂包 想不想 这应该也是一个包包吧 哦这种是这样子的挂包 哇好可爱 哦咦 怎么跟我身上这个有点像 这个呢 我猜是娃娃 嗯 内裤吗 Naver的内裤 哦不是是娃娃娃 我爱的绿色 天哪 一边一只猪一边一只 Naver 有五个颜色 这个应该是内裤了吧 这也是 袜子 没有想到吧 哎你以为是内裤 告诉你 这也是袜子 哦这个是短一点的 就是长一点的 妈妈就跟我讲说 她把里面的这个东西拿走了 因为她很需要 妈妈不会以为是内裤吧 谢谢佳琪的礼盒 一共十双袜子 近期我可以不用买袜子啦 下一个 这个我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 超级的可爱 但是我还没有打开它 看Max Mara 上次送我的小熊 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哦 但肯定是一个娃娃 肯定是长这样子的娃娃 来 让我们来揭开 这个神秘练纱 这个黑影它到底是什么呢 等等等 大家是不是非常的好奇 好可爱 天呐太可爱了吧 哇 它是硬的那种材质 水手符 放在这 好的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东西 我买的终于到了 卡丝的鱼子酱发膜 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多 因为它有优惠 妈妈就一天到晚跟我讲说 妈妈没有发膜了 妈妈这个发膜头坏用的好干啊 因为她不是特别爱做卷吗 上次我的那个泡面头 她不是回家觉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她回海南的时候就马上 烫了跟我一模一样的泡面头 只不过我的长度可能比较长 她现在的长度是短的 然后她就说 就是妈妈很想要就很缝松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每次一抓她就会卡手 她就说很需要发膜 我说好了好 我说正好我的发膜也用完了 因为我还挺废发膜的 对然后所以我一般都会囤好几个 然后开启金牛做囤货的这个本性 然后就买了六盒一小箱 大湿的这个发膜 好了今天非常完美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了拜拜 登登登登 我又回来了 接下来就是非常完美王菲菲的彩蛋时间 这期的彩蛋呢 我来决定送这个大风车 转呀转呀优优的这个 斯芙兰的口红转发和评论这一条开箱视频的朋友们 本来我想说一个通关蜜语是什么 王菲菲最美啊王菲菲最白 但是我就觉得这些都已经是事实了 这些都已经是事实了 所以呢我就说还是普通一点吧 就是你们最想要的口红色号 或者你们最喜欢的口红色号是什么 然后呢我会抽五个排骨宝 然后送给你们 虽然你们写的通关蜜语是你们最想要最喜欢的口红色号 但是我只会挑我自己想要的口红色号 就是我随心情我随机王菲菲给你们亲自挑选的口红色号 也许你是男生 但是没有关系 你周围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 好的 彩蛋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见了拜拜期待 我送给你们的口红色号 登登登登 我又来了 因为我刚刚想了一想 我觉得就是要六六大顺 双树 今天这条视频我就想要双树 我还要再抽取一位幸运的排骨宝 这位排骨宝呢 我将会抽取送出这一条 Zedic的西装外套 对不起 虽然是我的size 有可能你穿不下 但是呢 这是我的心意 三六码的啊 本人王菲也只有一条 忍痛割爱 送给你们 最新款的小猩猩西装外套 啊 中奖名单呢 就期待本视频的这个客服小菲 给大家送出福利 期待大家都能够中奖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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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